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華爾街戰線 今集想跟大家說一下怎樣去選擇一些跑得贏大肆的股票 其中經常說的那隻Airbnb怎樣選出來呢 其實有些朋友、有些讀者、有些觀眾都問 其實怎樣選擇股票 so far 讓我自騙一下,我選的股票都叫做不錯 其實我會看四樣東西 先跟大家說怎樣不錯呢 早段有一段時間 10月6日左右的時間 其實選了一堆股票出來 覺得那天是見底的 就篩了一百多隻股票出來 當中發現,如果你所有 昨晚大跌完之後 有10%以上升幅的股票有40多隻 用的哪一招其實就不複雜 用的招數回到這裡 就是想選一些股價大過20天線、大過50天線、大過200天線的股票 其實你用這個方法 就是找到一些上升股票 你已經是贏了一半 沒有特別的方法 沒有神奇的方法 我會借錢去賭 我有的方法就是 提供命中率 選到一些好一點的股票 第二樣東西要看的 就是我會看新聞和業績背景 其實我們看到的時候 當然已經是舊東西 這些東西全部被大戶消化了 但是他們需要時間發酵的新聞和業績 再加上你怎樣去看這件事 就形成了你對股票的股仔的看法是怎樣 最終怎樣去衡量呢 就是用股價衡量 因為你和我和外面的大戶 看到的股價都是即時最新的 其他那些由我們落後過他們 股價如果破頂的話 就是一個最強的指標 那我用Airbnb這個例子 跟大家再講一次 究竟怎樣去用這四個看法 去找到一些不錯的股票出來呢 Airbnb呢 出完業績之後 它有一個新功能 叫做I am flexible 那我想先講一下 Airbnb這個股仔是怎樣的 自從疫情之後 發覺原來世界不同了 這句好喊 但實際上真的這樣 特別去旅行那部分 原來那些人發現 我以前可以工作從家 那我的家是否一定要自己的家 不一定 我走了去Airbnb的家 都可以 如果我可以這樣的話 那我就可以繼續去 今天在美國加州 明天可能在德國 不知道哪一處 甚至去一些隱世背景 畢竟你就可以拿著電腦 開著Zoom的話 你就已經上班了 所以變了旅行模式是不同了 特別是有得選的人 特別是有得選的人 它變相 就令大家 過去去看I am flexible 這部分 和大家看一次他們的網站 是有點不分別的 以前 AKBnb網站 以前 上面這部分就是這樣的 你就會可能 有特定的地方想去 你有特定的時間 你可能就對 我可能聖誕節 我想去英國的 你就搜尋 但是滾下一點 就發現這一部分很受歡迎 就是你是 flexible 你可以是不同的時間去的 而結果發現 AFBnb發現 多了有人星期一 星期二去訂房 那我的想法就是 可能就是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一 星期二 合起來 可能組合幾天 你就可以去旅行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work at home 我覺得 特別吸人的一部分 小心點 上這個網站 你看完之後 你真的會很想去旅行 這些 可能幾百元 好像這些 拍出來 好像IG的隱世背景照 你真的有很多FF在裡面 特別這麼久沒有去旅行 保持住 原來這部分 對於Airbnb來說 是最多人 或者是上升得最快的一部分 甚至是你想住城堡的話 亦都有 這些 小島 全部都可以有 哇 這些三千塊 我租了整個島 這些是酒店提供不到給你的Service 對於Airbnb來說 我還是最近才發現 散戶對大鱷 當然是被人割救了 是練金術士華盛通? 散戶隊馬上回來 極速開戶,即時入金 環球資訊一望打盡 條件交易,一觸即發 社交平台,集氣迎戰 任何人都可以成為人生大贏家 無論新手還是高手 港股,美股,定義股 華盛通都會幫你徵戰故場 樂觀 減華盛通 華盛徵圈提供一站式港股 美股,A股交易 還有環球期貨,美股OTC 和美股期權 由即日起,去到11月30日 經我們BossMind專屬連結 畫QR Code首次驗證 並且成功網上開戶 就可以獲得以下營身優惠 送兩股Twitter,價值大約1000元港元 港股買賣無限免勇 美股買賣免勇半年 免費串流報價 300元現金券轉倉相 首入金3萬 還會加送一手7522納子返向產品 還可以參與專屬客戶活動 WhatsApp查詢9242-2928 優惠詳情 請參與影片下面的文字描述 我們又回來 繼續討論Airbnb的故事 見到那麼多張FF圖 當然很想旅行 而如果老闆不給那怎麼辦呢 大家都在問 為什麼人們可以這麼激烈呢 因為他們願意跟老闆說 如果你不批的話 我就不做 真的又不是開玩笑 而這部分就是講CNBC 做了一個統計 原來美國人 特別是經歷了 他們經歷的疫情 跟我們想像是有些不同 他們死了幾百萬人 死亡人數 可能是打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 對於他們來說 發覺人生不同了 他們對於人生的看法 好像是有少少轉變 大家都知道 你跟我一樣 人生只有一個結果就是死 中間有什麼不同呢 可能就是經歷不同 去旅行可能是其中一部分 對他們來說 發覺原來有這些想法的人 是越來越多 所以你看到是有個大辭職潮的 你在CNBC這個財經網站都見到 有些這樣的工作上面的趨勢 所以僱主其實是幾傾向給大家 工作從空或者工作從 AirBnb 什麼都好 你現在選擇的 不然的話他們就會不混 這個股仔的趨勢就是這樣走 的AirBnb 而事實上 如果你看MiuMiu的我的YouTube頻道 你都會看到 香港也是這樣 那些八十個夫婦都會去 整天換酒店住 或者有些人會洩暈 這麼多間的AirBnb 其實這個趨勢是一直走 這個股仔的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呢 說回數字 AirBnb其實已經回復得七七八八 直到現在 其實已經是變回了一隻增長股票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是如果你量回一些實際數字 2019年的 拿一些數字出來說 2019年的QV 八千五百多萬的預訂 這顆數相對來說還未回復完 如果你量回2020年的話 六千多萬 去到2021年QV 才是近八千萬 還差一點但有個好處 就是留一些增長空間 下去下一季的 那你隨著那個解封程度 越來越高的話 那預訂可以慢慢慢慢再上去 除了那些最有錢的人 那而實際上 他們的收入呢 已經是 2011年的QV 已經是大過 高過2019年的QV 那你正式走出了疫情 擺明之後 Ned Income也是 靜利潤的話 都是明顯地拋離了2019年QV 那也是要多謝 最有錢的那些人 開始去旅行 他們會租成保 租一些很美的地方 租一些 不是租屋 租屋 租屋 所以推高了每晚平均的房價 令到Airbnb更加賺錢 還有第三個點 那個股票 令到我覺得 要選Airbnb 不選其他 可能booking.com 這堆股票 這堆股票 它那個branding 是做得很好的 如果我要形容Airbnb 我會覺得它是 叫做民宿界的Google 那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就是如果你想回去 一個簡單的 有份報告 看看網上網的流量 怎樣去 我會看到原來有75%的人 是自己上去Airbnb 就不用付錢 下廣告 對比booking.com 是55%左右的 你是明顯在下廣告 你很多時候 你都要付錢Google 或者其他社交媒體 你把連結上去 那你就 借助別人的連結 就進去booking.com 那裡 Airbnb就不需要 大家自動自覺上去 網站和app去看 其實這個75%都不是最盡 Airbnb的CEO 是說到 其實他們有九成的流量 都是不用錢的 所以其實對於他們來說 我一方面可以賺些 host的錢 另一方面可以賺些住客的錢 兩邊賺錢 我又不用做太多廣告 我亦都不用經營 維持住那間酒店 或者那間民宿 我不用負責他們的維修 所以對於Airbnb來說 這份生意是幾好做的 貴就可能是貴 但我首先想跟大家說 為什麼這個Airbnb故事 是這麼吸引呢 再看回頭去查 股價究竟 是否可以sustain到這個故事 大家可以慢慢看 剛好就強行大跌 我就不覺得馬上要買 但大家可以留意這隻 聽完Airbnb的故事 說到尾究竟 哪個價位才是最好呢 是要看市況 昨晚就大跌了 因為通脹數據 再加上提前加息這個預期 都令到市況有調整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什麼呢 就是要留意實 Airbnb的股價是否跌得少過日 反彈的時候是否跌得多過日 就不用一下子 很急地先進場 如果沒有的話 可以慢慢慢慢的落少少下去 到一百八十幾元的話 可能可以先看一看 真正能夠幫到你賺錢的話 是讓它升過一下 如果這一段可以回復到 看的話 可以看到它二百二十元 都不奇怪 根據很多分析師 其實陸陸續續調高了它的目標價 那麼 故事就說到這裡了 下集我再說回 Dj2Ocean這一隻 可能是一百多億 增了幾倍的股票 你都敢買的話 原因是什麼 下集再說它的故事 如果你喜歡我的分析的話 歡迎Like、Share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收看 拜拜